文革谋主席 郁英过多疲劳病倒 陈氏渠接替素玉指挥了后面的一系列战役 并且获得全歼25万人的胜利 说起陈氏渠将军 他也是军中少有的刺头 行军打仗丝毫不示弱 当年怀海战役的第二阶段中 中原野战军在刘邓的指挥下 顺利地将黄围兵团给违反 按理说军队一顿被围 就难逃背奸的意愿 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但是中野包围黄围后始终看不动 毕竟黄围兵团可是兵强马壮的 武器装备好 而中野则大不一样 由于挺进大别山 十种武器基本都丢弃 此时可以说一穷二来 局面打不开 作为兄弟部队联合 华野总部素玉立刻意识到中野的困难 立即指派陈世渠率领三个纵队持员 而且装备都是十分稀罕的 素玉还命令军政治部副主任钟其光 亲自到中野司令部报告 刘邓听说后也十分的反击 陈世渠率领三个纵队抵达战场后 只能在外围观战 中野主攻大将分别是陈庚和王进山 都是一等一的武将 陈世渠只能向刘邓要求 要想让华野上去 必须让所有主攻部队下来让位置 陈庚和王进山自然不答应 但是最后在邓小平刘伯成的劝说下 还是给陈世渠让出了主攻位置 这让中野失去极大的面子 陈世渠上去后果然不愧素玉的器重 很快打出了效果 全间黄围兵团 结束后邓小平等人邀请陈世渠打牌助兴 商量好输了钻桌子 陈世渠和邓小平不相上下 陈输了钻桌子 邓输了却有人帮他算 这让陈世渠十分不高兴 突然站起来 指着邓的鼻子大声说 好你个爱的 我这么大的个子都钻了两次 你敢不钻 邓小平十分无奈地钻了 也就因此良人观 气久了隔阂 建国后 陈世渠因为他儿子的关系 受到不小的冲击 当时在中央领导人中 说话管用的也就属林彪 林彪站出来一举 狠狠地批评 狠狠地信任 狠狠地使用 才让他脱离险境 其实陈世渠在抗战中也是林彪的兵 当时林彪任职八路军115师师长 陈世渠则是115师参谋长一职 是林彪的副手 林彪对陈的能力也是十分欣赏的 其实在文革中 毛主席也对这位嫡系将领有过明确的指示 他在在一次谈话中公开和陈世渠说 陈世渠同志 假如说党内有山头的话 我们还是一个山头里 都是井冈山的吗 陈世渠后来在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后 他立马就退了下来 担任一些贤职 到了1988年 邓小平主持授予红星功勋荣誉章时 陈世渠逝去出席的一个 由此可见两人的关系一般 陈世渠一生共有六个子女 其中三个最后都移民加拿大生活 子女中也没有一人再走上父亲的道路 算是自食其力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马虚弦 修跟安妙 众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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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